今天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 剩下不到八个小时 就要马上来迎接2023年了 记者现在目前人是会在台北 最海新年城的活动现场 可以看到在我后方有一个 请勿推挤小心步伐的标语 就是因为今天也算是在疫情 稍微比较趋缓各项防疫措施 都已经解禁之后的第一个大型活动 因此也是提醒您哦 如果今天是要来参加演唱会现场的民众 还是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危 千万不要人挤人 也要做好防疫的措施 那目前呢您可以看到在我的后方 就是今天的台北市最海新年城的 跨年晚会主舞台 那目前呢各个表演的这个团体 都是已经彩排完毕了 而在后方的这个背板呢 全部都是已经秀出来了 而灯光以及各项的音响设备 也都已经完成了测试了 可以看到在旁边呢 今年的主舞台可以说是这个 非常的绚丽 这个设计感呢包含了黄色橘色粉红色 而且也都飙上了台北最嗨这样的一个字样 就是希望呢在待会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民众呢都可以来尽兴的来欣赏表演 那目前您可以看到事实上在我的旁边 有不少的民众在现在呢 这个下午四点左右的时间 大家是都已经来到现场 准备要来看他们最欣赏的艺人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演出呢 有晚上七点是由这个 就是相关的蔡建雅 还有九云八八等这个表演团队来打头战 而在稍晚呢 还会有刘若英以及天团911 来陪伴大家来跨这个2023年 那目前虽然现场飘着一点小雨 可是依旧不解民众的热情 可以看到大家无论是撑着雨伞 还是穿着雨衣 大家呢都是已经早早的来这边卡位了 加上今天是周末的关系 所以这个来排队等候的人潮呢 是比以往都还要来得多的 那么在台北最汉新年城的演唱会 晚会在晚上七点钟 就会正式的来开始了